真是杀人杀红的眼 但是总有摆命一书 细心的检警终能破案 司法界爆发有高等法院男法官 为了追求同院女法官 竟然用特权进入官方网络系统 去查询女生的个人资料 两年查询了八十多笔 里头有好几位这个女职员的资料 被她重复查询 她曾经在司法院的调查中坦诚 有时候她在写判决书 写着写着想到就进去查一下 看一下 人省会最后是进一支大货 你觉得这样的惩处是轻还是重呢 高等法院陈法官三年前 妻子在一场意外死亡 朋友都好心要帮她找个办 现在爆出她用特权查个子 当事人他们双方都承认 那个声音是他们的 只是对内容有一点增值 这是十二年前轰动一时的 前海军淮阳舰长防害家庭案 她是陈审法官 这么多年来已经是高等法院庭长 就在朋友要帮她介绍女伴的时候 她却滥用职权偷偷进官方网站系统 查询新颖女生的个资 两年来多达一百三十多笔 被查询了彭信和立信女法官 多达八十多笔 透过公务网务可以连接到 雇政财税机关 等于是个人身家财产 家族背景全都一目了然 俊了解被查询的女法官 事后气得跳脚 当然是会很生气的 觉得是说她既然用自己的 是工作上的便利去做这种事情 那你不能说你好奇 就侵犯到人家的隐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权 那是很不好的行为 最烂的行为 最烂的法官 尽管陈法官向司法院人审会表示 根本还没有开始追求 但人审会还是处罚一致大过 查课作业是我们法院的 标准作业流程 我们都有做很严格的内部的控管 已经大过的工作经历了 然后最近都很残疑 平等的对公务员的权益 奖金拿来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法官是最重的处分 事情爆发后 陈法官表示很惭愧 承认做错了 自行免监停长处分 人审会里没有散布或盈利 所以没有违法 看看刑法359条 无故取得他人电脑的电磁记录 足身损害公众或他人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361条更明定 如果是公务机关电脑加重刑则二分之一 今天如果换成警察犯法 恐怕会被移送甚至判刑 其实这只是一个可能冰山一角 其实在业界就常有所闻 如果在公司不分的一个状态之下 你做了一个逾越奋济的行为 那么我们会很担心是 那么你在处理老板姓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否也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奋济 那你只能说他是小事 却也见为之助 不过也有法官为陈法官报不平 相较几年前 一位洪姓检察长以查会为由 调阅妻子的通联记录 法务部人省会以滥权 谨记一次申戒来看 陈法官的确算是重诚 司法院似乎看起来是开始有决心 要开始就是加强这个 法官的伦理的这个方面的 对 道德操守这方面的 还是可以给一点鼓励的 给一点掌声的 依据法官守则第一条 法官应该保有高尚品格 连结避免不当或议被认为不当的行为 第四条应尊重人民司法上的权利 发生在连江地方法院 赵姓庭长兼院长利用参序 对女法官毛手毛脚 被女法官检举言行不减 这名院长反控 因为女法官和男书记官有亲密行为 疑似或外情 不满被调查才诬陷她 并调出监视器画面佐证 最后继两支申戒 调回南部当法官 她在植物之变的时候 她可以使用的比别人更优势的 一个调查证据的一个武器 显然民众是没有这个能力 而你却是可以用到你的植物 她的一个封闭性的一个结构 你的性别意识 对于自己的友善环境的一个重建 这件事情应该是要优先于你 现在在座的任何关于所谓的什么升迁 什么烤鸡 这件事情司法院必须要去正视 不管是上至法官 可能下至法警 就是一般的行政输入人员 我必须要说他们的性别意识 其实都还蛮薄弱的 对就是他们可能不觉得这是一种骚扰 或是是一个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的行为 或是语言 所以整个我只能说整个法院的体系 我觉得性别评的这个部分 他们还是需要再加强 由于宪法保障法官终身职 最重只能一职大过 不能两大过免职 因此社会喊出了法官法 明年六月一旦上路 无视人法官将有退场机制 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需要有正直的司法官和民众 一起来法官 谢谢观看